国际拼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在成都落幕 在与韩国队的比赛中 国拼继续保持稳定的发挥 8比1比分击败韩国队 成功夺得首届混合团体世界杯的冠军 虽然国拼成功拿到混合团体世界杯的冠军 但作为主办方的我们 还是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遭到球迷的质疑 甚至被止步礼貌 国际拼联混合团体世界杯收官日 除了国拼与韩国队交手之外 瑞典、中国台北的比赛同时进行 由于国拼整体实力远超韩国队 比赛开始不久 国拼8比1比分击败韩国队 但瑞典与中国台北的比赛还在进行 之后主办方直接将球场关闭 暂停了瑞典与中国台北的比赛 直至颁奖典礼结束 瑞典与中国台北的比赛才得以继续进行 也正因如此 不少球迷都对主办方的安排产生质疑 毕竟等待瑞典与中国台北的比赛结束 并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 此外还有球迷猜测 颁奖典礼在比赛还未结束时进行 应该是得到了刘国梁主席的默许 毕竟他才是中国拼鞋的最高领导人